西蒙吃了丹荣比埃补选败仗之后呢 不少人跳出来把矛头指向敦马 说败选都是因为他 那近来跟敦马走得很近的 共争党树立主席阿兹敏 昨天突然和二十多名巫统议员见面 这么大动作很多人就在猜了 是要招兵买马 防止敦马被逼宫吗 媒体今天就追着敦马发问 但他就冷静回应 哎呀 我听了我听了我 我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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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了吗 你知不知道昨天有一个训练会发生了吗 我听了我听了我听了 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另外记者会上 杜马不断地擦鼻子 而且媒体还没有问得够 就匆匆忙忙地结束记者会了 原来杜马刚才牛鼻血了 幸好后来已经直血 难道是因为近来反省事太多了吗 最近一直传出外币身体不适的新闻 希望杜马她老人家 和其他国会外币们 多多照顾身体呀 他人的看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